早安 早安 我們現在人在米蘭 然後這次來米蘭呢 就是要來時裝週 人生第一次的時裝週 非常的緊張 然後出門前 因為我平常都是大素顏 就想說應該就是底子還不錯 繼續素顏也沒關係 但是團隊就一直說 不行不行 還是要化妝 所以我就去找了我的 彩妝師夢叔 來教我一些化妝的小tip 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如何打造出漂亮男孩的 精緻妝容 但這個精緻呢 是看起來看上去很精緻 好像有化妝 又好像沒化妝 那我們就一起來化妝吧 在開始保養之前呢 要先來歡迎本集的財神 Hearth美好生活選品店 因應這次要出重大的任務 很大的挑戰 人生的第一次 我需要一個很舒服 很放鬆的空間 今天就來使用他們全新 頂巾的品牌 來自意大利的WEIGHT 那這一款呢 是他們裡面的木線香 可以透過他的粉質 花香 為整個空間 整個環境 創造出非常放鬆 然後讓身心靈很療癒的空間 從他酷酷的黑色外表 就可以看得出來 他真的是大有來頭 他是在日本 帶路島 由職人手工打掃而成 透過傳統的技術 結合意大利的純淨材料 用等待醞釀出美好的慢生活 是WEIGHT的品牌精神 他還是個結合了日本 與意大利文化的品牌 另外也很注重 品牌的永續發展 所有的商品包裝 都是可以回收的 這款HITTO 人幼香水呢 他總共有兩個尺寸 一個是一般比較常見的 100毫升的尺寸之外 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他這個 隨身攜帶的滾珠瓶 非常的方便 很適合旅遊的時候攜帶 謝謝HERD美好生活選品店 讓我認識了WEIGHT 這麼讚的品牌 除了有剛剛介紹的 香水和現象之外 他還有抹砂膏 HERD現在除了在台北 成品南溪一樓 還能在台中情美成品二樓 還有高雄漢神巨蛋三樓找到 他們每一間店都設計得 非常漂亮 有需要的朋友 記得趕快去逛逛吧 謝謝 NSGM FOR SAP LOW 有看到嗎 有有看到 好的 看一下 先看一下 那個 邀請卡 我剛剛已經拆開過 蠻特別的 同時是一個禮物 衣服 是一些 那個 白馬王子的 裝 貝 然後 上面有一些 布料上面蠻多細節的 西裝外套 有一個 同樣 布料的 短袖成衫 綠色的 綠色的 蠻可愛的 但我本人不會拿領帶 不知道怎麼辦 等下可能要上網學一下 好 等一下呢 就要開始化妝 保養 讓自己變得很漂亮 因為我是最近才學習化妝的 所以我還有一些小筆記 好 第一步 第一步呢 要用一個 比較能夠 代謝掉那個 老費角質的 化妝水 然後我用的是 蘭蔻的 激光水 這個是 之前 他給我的 小樣 蠻好用的 我平常也都有在用 然後我的那個 化妝師夢書就一直提醒我說 化妝品 就是保養的時候 化妝水 不要省 就任何的保養品都不要省 就是那個 用量可以 給他 狠狠的 用上去 我選的是這個 有小口袋的 化妝棉 我覺得這樣比較 好用 很輕很輕很輕 然後第一道的這個目的 就是除了 就是把 老費的 餃子 帶掉之外呢 也是希望 可以 吸一點水 就這樣 很簡單 第一道就這樣 我們今天呢 總共會拍 非常非常非常多次的 化妝水 這個目的就是 要讓皮膚 活過來 吸飽很多水 化妝水的第二步驟呢 會用一個 日常用的化妝水 就是越沒有功能 越好 不要有什麼 美白啊 就是越樸素的化妝水 越好 然後我用的是 Aesop的 B綠茶 我好像想起來了 好像一開始 就是 很輕的弄完之後呢 因為最容易水腫的地方 就是眼睛眼周 所以 我們要進行按摩 按摩是 在整個步驟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環 按摩的時候 切記一定要 就是 夠有水分 不能 就是太乾 會拉扯到皮膚 然後先從眼睛開始 我們就 用 就是 濕紙或是無明指 然後這樣子 油上 往下 然後進來 油上 往下 進來 然後可以再到 太陽穴這裡 稍微這樣 加壓 再來就會按一下 臉這裡 然後可以從 這個 顴骨下面這裡 往上拉 往上拉 往上拉之後呢 可以帶到脖子 好 然後他那天有跟我說 鎖骨呢 是一定要按 所以我們會這樣 鎖骨這邊也打濕之後 可以用 指 手指可以這樣 手指可以這樣彎起來 然後這樣子 去推 推 推你的鎖骨 然後會感覺到 酸酸的是很正常的 剛剛是使用什麼推這裡 就是比較潤澤型的化妝水 就稍微 稍微那個 比較滋潤一點 加上我們現在人在歐洲 天氣很乾 雖然夏天 但天氣還是蠻乾的 很柔 說很柔 對 就是 你還蠻會 有的沒的 對 雖然我覺得有蠻多人 應該有可能 要看你的影片看很多次才選 真的嗎 這一支 推臉的鎖子 這個是台灣的品牌 NUEVA 因為 然後也是之前他幫我化妝的時候 我用完之後覺得 哇太神奇了 神奇的點 我本人有 本身就有一支REFA 然後 REFA裡面是有微電流 但是這支的電流很強 就是真的是會跳起來 然後它會加熱 所以會覺得眼肘非常的舒服 然後就要很輕很輕很輕 這樣子 給它 這個啊 它的電流 有三段 我個人是 都用第二段 第三段 就真的是跳起來 我先用第二段 可以看看臉 沒有跳起來 怎麼樣 你有感覺到嗎 有啊 嘴巴在跳 不自覺的喔 我真是不自覺的 吸跳反應 來 然後這樣 呃 趕快讓我的 泡泡眼 加快的話 就是這邊會有穴道 這邊會有穴道 穴道穴道 它這邊有那個小的頭 所以我就會從這裡開始 覺得大家看完這個影片 會還蠻想被你服 哪一種服 所以其實化妝前 最重要的呢 就是那個保濕一定要做好 後續 那個妝才有辦法 巴在臉上 現在要保養的最後一步 用的是理副保水的B5 就是要把它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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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 然後這樣 比較難吧 然後很簡單就是輕拍的 欸 這就是化妝前的基礎保養 包含按摩 看有沒有覺得 狀況還不錯 嗯 第一個呢 還是要擦一下防曬 因為這裡很帥 對 然後 這是YESOP的 我每天都用的 這個是 防曬面部如一 它是SPF25 我覺得防曬一定要買 沒有認識的效果 為什麼 我覺得這樣比較不會影響 粉底液的眼睛 喔對阿 如果有要上妝的話 所以我如果愛上化妝不行喔 很好 但你出門型也會更多 謝謝 但這個畫完真的有差 是不是 沒錯 好 底妝終於要來了 久等了 我用的呢 是這罐 RMK的 色號是103 為了要 讓整體看起來更自然呢 會混一點乳液 你的Balancing Stem Moisturizer 沒錯 好 然後用法呢 就是1比1 粉底1 然後乳液1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男生皮膚來說 你皮膚鑽真的非常好 謝謝 好 那我覺得今天 肌膚還沒有到很喝飽水 我覺得可以再更 再更潤一點 好 接下來要來上蜜粉 蜜粉 蜜粉呢 用的是 NARS的小白餅 這支RMK的 然後就很簡單 但是我都會用這個 KATE的這個 這個 睫毛 定型液 然後色號是 Clear Black 它這個蠻神奇的 它就是一個 類似睫毛膏的東西 就有一個小刷子 刷 輕輕的刷 把那個毛流感 我喜歡 我喜歡 有毛流 但是又不要 太誇張 有一些 有一些 妝容會 有一些 眉毛畫的 很野生 很野生 那種我 不是很喜歡 然後他跟我說 眉峰這裡 要先往下刷 然後再跟後面的人 一起匯集下來 所以 先往下 然後 匯集下來 到後面 他說這樣子 眉毛的型 會比較漂亮 眉翼筆 它 我用的這個色號是002 它的筆頭 這麼這麼的細 所以 很好創造那個 毛流 我通常會補在 我通常沒有在補 是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補在 有空洞的地方 像我的 這邊的眉頭 比這邊 缺少一點點 毛流 然後眉頭是 往上畫的 我就會在這邊 給它補上來 畫得好糟糕 我真的不適合用這個東西 這樣畫畫的我真的不行 爛嗎 反正就讓裡面看起來 不要這麼空這樣 修容 看一下修容怎麼修 有忘記了 我來看筆記 這個 HIMI的 台灣的HIMI 這個是 色號是00 看一下 比到這裡嗎 自然啊 喔 這台有美肌嗎 瞎畫這台有美肌嗎 抹包麵油 抹包麵油 是什麼意思 這罐是 Godwell的 藍色珊瑚椒 也是之前有介紹過 就是我 一直都在用的 發瓶 一點點水 然後 就這樣很簡單 混合混合 我會比較注重在瀏海 所以我瀏海會 稍微把這邊 定一下 呃 刺刺的感覺 然後它會有一點點 一束一束的 竖感 但是是算是很自然 還不錯 再一次感謝本集的財神 HERTH生活玄品店 讓我認識了 WEIGHT這麼讚的品牌 呃 這一集所有介紹的東西 我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參考 如果 夢書老師看到這一集 發現我的手法有誤的話 拜託不要殺我 就這樣 掰掰 按一下 一 enqu 也可以 請訊欄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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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